家里面还行 就是因为我们住的是一户间 就是一栋一栋的 就是像类似像别墅这种房子 然后其他的就是 家里面东西它有晃动的了 那个东西有就是掉下来 我听到那个房子晃的时候 那个台灯基本上就是 打转的那种情况 是有点恐怖的 它这个漆啊 因为日本它这个所谓的房子 它是房镇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基本上是小地震 我根本就不用担心的 因为但是它那个 它那个房子它也会有 有动静的呀 它那个就像裂的一样的 它是会有一点就是 就是那个锯子 在嘎嘎的那个响 就是要裂的那种 是有点恐怖的 反正昨天是蛮恐怖的 小孩子睡着了 然后我们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睡觉 刚好就是 我是先把孩子弄睡觉 然后因为我很严重嘛 你就来 就差不多有两分钟 它震动就是从小到那个 动两分钟 就是总的来说 蛮蛮蛮 还是有点恐怖啊 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坐的那个车的时候 就是那个吼花 已经就是放出来 特别吓人 就整个电车全部都是停的 又晃动太恐怖了 基本上就是有点 出了个轨的 就是出了那个电车轨的 有点恐怖倒是真的 房子倒还没有去注意 但是我估计会会有一点点吧 因为我家那个房子 它一不见的嘛 应该是会有一点点 我只担心那个 就是稍微 确实昨天是很恐怖 如果说靠近海边 可能就是很很很 就是很恐怖 就是基本上电都停了呀 但是我们属于就是 我是在 就是红滨嘛 红滨属于在东京附近 就属于说 这个地方的话 一般海啸的话 估计都 如果这个地方烟的话 我估计就基本上 很那个的 很恐怖的 反正这边现在 据说还有 如果过了八个小时 没有余震的话 就比较好 如果有余震 日本这边是说的 就怕就是 更大的地震要来 就怕就是 怕这一点 其他的应该就没啥 因为八个小时 不也快了吗 不过我们也是在想 因为昨天地震以后 就没法再睡觉了呀 你还是有点害怕 因为有小的余震 但是没有那么大 只是很快就过了 几秒就过了 但是你 昨天坚持了两分钟啊 看今天正常的 已经很正常 基本上都是认型的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 我有坐车过来嘛 本来是开车 但是有点就是 堵车还是会有的呀 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星期六 星天人那么多 但是今天人也不少 但是还可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